最後一隻蜘蛛 這麼大!! 牠講的超奇怪的 然後牠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重點是我們入住到洗完 才發現牠 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石塊的我吃一乾 今天我要來分享一些 就是我不知道分享之後會不會出事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希望所有的消費者 都有權知道自己花的錢值不值得 對不對 尤其你現在雙十一雙十二這麼夯 然後在上一次呢 我有分享說我買了泡湯卷 所以呢 我就要來分享我這次住的 超雷泡湯會館 真的是雷到眼淚都流出來 這次跟朋友一起在MOMO上買了泡票 5張 1張是2999 5張加起來然後週末如果入住的話再加2000 所以我們花了16995 也是17000 那聽起來要很爽啊 重點是為什麼會買呢? 因為那個時候想說 欸好像有點划算 原價是29800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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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然後雙十一的時候趕快給牠下標 而且牠上面還說 如果用5張票入住VILA 還多送一瓶紅酒 賺!! 超讚!! 還可以泡湯 又可以喝紅酒對不對 他聽起來是一直超高的啊 他怎麼會沒 是一直應該超高的對不對 但是進去之後 我們惡夢就開始了 一切看起來都非常的美好 而且看起來很新 想的很美你知道嗎? 我們就去了嘛 開了一個多少小時 喔好累喔好運 都是山路 開到了之後我們check in 他說好我們帶你去入住喔 一開始的時候還蠻順利的 因為他開那個高爾夫球車 把我們載到我們的VILA 然後我們VILA就是一個最邊間 然後我們想說哇 好像很大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走進那個VILA 首先就是先看到外面的泡湯區 外面泡湯區很美 有兩個池 然後一個是冷水池 一個是溫泉池 然後都很大 裡面大概可以容納十個人吧 少說 五個阿淨 怎樣啦 然後也有桌椅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進到房子裡面 然後一打開 嗯? 這跟我們訂的房間長得不一樣 一進去的時候是沒有採光的 有點密室的感覺 密下室感 有一點就是你視野所見沒有對外窗 嗯 然後你要走進去最底的右邊才有一個客廳 然後那個客廳就是有個落地窗 也是一個VILA的房型 想說那可能是不一樣的房型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訂的時候他們已經滿了 然後我們好不容易才訂到這個時間 我們就還是住下來 然後我們這件事有跟客服反應 結果他們說 就是我們通常會優先給那個好一點的 但是如果就是沒有房間的話就是那個 然後價錢都是一樣的啦 但是如果你就是有來過的話你可以先指定 不是這不對啊 就是你怎麼會是 我要自己知道我訂的有可能會是不一樣的房間 你應該要說 喔我們VILA有各種不同的房型 那你這次訂的是什麼什麼名字 進了浴室啊 然後浴室也是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然後外面就可以看到泡湯區 還蠻完善的一個地方嘛 我們就要開那個浴室 往外的門 結果 欸! 鎖起來了 浴室的門 沒辦法往外走 然後 它的格局很奇怪 你如果要從裡面走到泡湯區的話 你就要走出大門然後繞一圈進到庭院 等於是你要這樣繞一大圈 但是浴室其實可以直通到泡湯的地方 但是那個門鎖起來了 而且重點是它那裡還有鋪石頭 要讓你走路 而且它也在旁邊放了室外拖 而且那天超冷 泡完它的那個舒適感 然後要走一大段路走進來 Kimoji首先就是不太好了 然後 我們就要開暖氣 它是一個牆壁上的空調 然後有各種不一樣的圖案嘛 就是有可能有送風的圖案 有冷氣的圖案 然後有溫泉的圖案 下意識覺得那個是暖氣 然後開開開開 開到最高 想說這樣等一下就暖和起來了 結果沒有 室內越來越冷 超冷!! 超級冷 室內大概只有16度吧 就是我們已經講到最高最高 35度沒辦法再上去了 左邊顯示現在室溫 右邊顯示我調的溫度 右邊是35嘛 然後左邊就是16 哈哈哈哈哈 一直持續喔 你眼角就會撇到角落有一個暖氣 它多大 就是大概到膝蓋 太小了吧 對 一個暖氣 太小了吧 這件事情我有跟客服反應 喔 你要把空調關掉 然後把那個暖氣打開 很快就暖起來了 什麼意思?! 你這個空調竟然是沒有暖氣的功能 而且你還是一個泡湯會館 泡湯會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冬天是旺季 那冬天會怎樣? 會冷 會冷的意思就是需要室內要暖啊 結果它只有那一個暖風機 而且它那暖風機超 就是是我大學宿舍用的那種 它浴室非常大 然後浴室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泡湯池 就表示它外面有池 裡面有池 但是它的浴室裡面沒有排風的系統 沒有除濕的功能 也就是如果你需要把那個水蒸氣散出去 不進到房間裡的話 你就得把窗戶打開 就會更冷!! 它的浴室就是一直保持著很濕 然後你的浴巾掛在那邊永遠都不會乾 然後重點是 它是一個泡湯會館 但是它四人房只給四條浴巾 就是你泡它一次之後 那個浴巾就會濕嘛 然後你就只能等它乾 然後再洗澡還是幹嘛 但是它永遠都不會乾 因為它的 它的廁所沒有任何的排風系統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 蒸氣室 蒸氣室 喔喔喔喔 而且它的廁所是那種Motel那種廁所 就是它的馬桶只有一個板子隔著 那個時候我就看官網上還有寫說 他們有一個什麼什麼 菲利普的高級家庭劇院音響 其實它還不錯是它有兩個電視 一個在客廳然後一個在主臥 然後重點是 它音響是拆掉的狀態 蛤? 它只有一個鐵架 所以沒有飛到 它沒有音響 然後它的電視啊上面還貼了一排 莫名其妙的藍色LED燈 這些妳被我拍起來了嗎? 我都拍起來了 這個我也有打過去 然後重點是他們主管說 喔那個我不知道欸 哈哈哈哈哈 那個我就不清楚欸 喔那個沒有 拔掉了喔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吹風機 超爛 它吹風機吹出來的風 跟暖風機的風一樣大 哈哈哈 然後它的裝潢非常非常的老舊 床盤不是會有那個床邊櫃嗎? 喔我知道 床邊櫃就是黑色的 然後中間會有白色的痕跡 對對對 然後熱水壺下面也是白色的痕跡 就是到處都有這種使用痕跡 地板還凹一個洞 我們一顆枕頭 大傻眼 它枕頭超級髒 超噁 很像爸爸睡了20年沒有習慣的那個 上面有一攤一攤口水印 它有兩個 四面都是這樣 而且這不是我們自己亂翻喔 這不是我們自己亂翻出來的枕頭 這是它跟我們說放在那裡的枕頭 後來果然 我們離開一個人間 全部都過敏 最噁的事情來了 結果我們在房間一路住的時候 就在我要睡的床上發現一隻這麼大的蜘蛛 哇 活的 我很強喔 我就拿一個紙板跟一個杯子 它慢慢把它拿去外面放生了 然後再來 我們在室內想說先放個水 然後我們在外面泡完 然後進來洗完澡 我們還可以泡一個乾淨的 結果那個水就慢慢放上來 有一隻 這麼大死蜘蛛 然後我就用杯子繞起來了 然後丟到一隻 我是在場唯一一個 趕處理蜘蛛的 等一下 這個故事我應該猜 是不是還有第三隻蜘蛛 對 哈哈哈 重點是 最後一隻蜘蛛 這麼大 哈哈哈 它長的超奇怪的 然後它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重點是我們入住到洗完 才發現它 就很恐怖 哈哈哈 然後我們就說我房間有蜘蛛 很大隻 真的很大隻 你趕快過來 然後來了之後是一個 叔叔 默默的走進房間 然後看了一下 他就開始拿掃把去弄它 我就聽到它掉下來的聲音 然後他就趕快用布蓋住它 然後我就走回去說問他說這個到底是什麼 蜘蛛 然後我就走了 哈哈哈 這就是一個最驚悚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人生中還沒有 這麼近距離看過 如此大的蜘蛛 它感覺比較會出現在那種 爬蟲館 重點是我泡泡泡泡的湯 然後發現牆上有一個 咖啡色污漬 我以為是施工的 有的時候不想塗到水泥還是幹嘛 結果我就洗一洗發現那污漬會動 蛤? 好噁心喔 我是那個房間裡面最有感的人 對 您是 我就聽了 它是一隻 大闊魚喔 哈哈哈 你到底把那個門關節擋了什麼? 對 就是沒有放鬆到 整個晚上好像一直被不同的東西嚇到 你知道嗎 然後隔天早上我就聽到 施工的聲音 我睡在最裡面的靠牆 然後隔壁就有施工的聲音 就有些滋滋滋我想說算了 就開始聽到一個聲音是這種 咖啡咖啡 然後 有人在求救吧 有人在打毛指尼嗎? 然後是從破洞的那個地板那邊喘出來的 好跑喔 那種差了 好怖 然後我剛剛不是說有送紅酒嗎? 你就倒了一點紅酒 以後 呃炎什麼聲音 我說這是我不懂嗎? 我就一直掃 2罐 400塊 哈哈哈 希望大家可以有所警惕耶 希望他們可以改善 我已經不敢叫大家按喜歡了 好 就這樣 拜拜 hogy